这项羽真厉害,52秒单杀橘幼金,嬴政和李源芳到底谁在吹牛呢? 看水平怎么样,老规矩啊,出门先进场,兵线到了之后,直接出来二技能A一刀啊,他跳过去,咱直接抢后边的兵线啊,直接抢二级,他二级了,我也二级,推,A一刀二技能,再A一刀,不要急,再有被动啊,有被动,追,他闪现,没关系,二技能我也闪现,再一个一技能一推啊, 那还不是心里拿捏的死死的,加满血回家出来啊,这边兵线也到了,把这兵线收掉,他可能再打核线,果然,一技能推,A一刀二技能,他跑了,抢掉了核线,没有关系啊,好,这一边,不要急,找机会推啊,他这个局有金比较灵活,没关系, 啊,小桥这个大桥这边直接回家,对不对,局有金这个英雄啊,比较灵活的,想杀他的话也是,不是太容易啊,对了,这一把有趣的是什么呀,这个银正是一楼啊,他说, 他说,甩英雄的时候说,我带飞啊,我是带念,然后队友就听他的啊,就是意思就是给他甩法师位置嘛,都给他啊, 然后他一直就是在指挥啊,指挥我们玩游戏啊,现在都在,好像都对这个理员方不满意啊, 现在理员方结果拿了一个双煞,啊,咱这边先不管啊,他上去了,那咱这一边啊,没必要上去了,打不起来啊,打不起来,咱就不上去,等下一波冰线,他这样还能,还要跑下来,啊,快速把冰线收进去, 咱在这包夹他一下啊,他肯定会从这下来,他下来了,那咱这一边过去治完一波,你原方说王子的操作,你一个青铜怎么能理解,呵呵呵,这边队友啊,吵起来了,好,这边对方又治完过去,我也来了啊,这一波怎么说有残血,一技能推, A一刀,带走对方举佑金,然后这边追着A,追着A,我有大招啊,我还有状态,找机会推两个啊,一个意思,哎呀我去,调整位置,结果没推到啊,但是没有关系,照样一个普通机带走射手,然后啊,回家, 女员方说去看一下我排名巅峰,2500,等下去我举业,哎呦,这是个大佬啊,巅峰排名第一吗,2500,啊,因为这边, 这个银正是带念,他说他啊,所以说他一直不服,他说没什么好吹的呀,你刚刚为什么不去接大桥,啊,呵呵呵,好,这边来到啊,中路这边打起来了,怎么说,破掉莫子大招,救一下队友,啊,这边,我大大大大没大出来,哎,早知道跟着大桥回去了,他也没回去,我应该是能回去的啊, 这队友,队友老是喜欢吵着吵,这游戏怎么玩啊,对不对,你别吵了,你这吵多影响队友的那个心情啊,然后啊,我们过去自然的,女员方也不去啊, 云正也,就是说话,各种打字,那这一把还能赢吗,又不是打不过,对不对,又不是没有优势,何必呢, 我最讨厌就是啊,打个游戏,吵来吵去的,觉得自己多厉害,多厉害,这是团队游戏,你再厉害也得看队友,对不对,也得跟队友配合, 这边啊,对方也是不敢出来,徐友金,一技能推,A到二技能减速,A啊,跑了,对方打的,对方打防守能力很强啊, 一个莫子,一个那个叫什么,还有一个杨玉环啊,对方法师挺多啊,这边他们还在中路啊,我这边自然过来,加速给上,嗯,怎么说, 推到莫子,A一刀二技能,A一刀,一个大招反向啊,他改位置,我也改位置啊,再一技能推, 挑死之后,闪线拉开啊,规避伤害,回家,啊,这边刚刚有一个细节,就是, 莫子他用一技能啊,改变了我的身位啊,直接躲到我后边去了,这样的话,我大招是打不到他的, 所以说我利用闪线也调整方向啊,这样的话,反应速度要快啊,兄弟们, 对吧,你只要啊,交一个闪线,能把一个人带走的话,那你就是不亏的,知道吧, 所以别舍不得用啊,要敢于操作啊,这边发现对方身上香在托我方的难, 那咱这边来骚扰一下啊,把他赶走,就行了,别深追, 然后这一边菊油精又在带下路,冰线啊,给我一个加速,让我跑得更快一点, 这个莫子啊,莫子好像知道我的位置啊,好,这一边菊油精又摸了我一套, 好烦啊,他们的手好长,真的, 各个的手都比较长啊,除开那个打野啊, 这边我先不管啊,先把B线带过去啊,这个这个射手又过来了, 一点推塔的机会都不给我吗,嗯, 那这一边来到中路啊,有可能会打起来, 这边菊油精啊,也上去找我方的射手了, 打野也在,莫子也在啊,好,这边过来怎么说, 怎么说,推,推到两个,一个二技能带走一个, 莫子开大,我这边动不了一个大招, 杀掉莫子,然后追,还能不能追上, 还能不能追上,推,挑到,哎呀,我去没挑到, 那这一边啊,要月塔吗,我回家了,回家了, 大侠再传过来啊,对吧,传过来啊,走, 对方这一波损失三个,三名大将, 但是他们把我的下路一塔给破了, 那咱这边来破一个中路一塔,问题大不大,不大啊, 哎,这大侨刚刚用斧能机,哎,这个塔一不动, 笑死我了,差点被塔给打死, 说明啊,从此可以看得出来, 这个大侨很想赢的,一下这场比赛啊, 一般啊,队友如果说拉辅助了, 像那种拉辅助的队友啊,那是一般都是特别想赢的, 所以他拉辅助,知道吗, 玩辅助的兄弟们我是最喜欢的,为啥呀, 舍己为人,对不对, 喜欢玩辅助的小伙伴们啊, 一般都是那种心胸特别宽阔的啊, 喜欢帮助别人的好人,对不对, 好,这边把下落一塔拉掉之后, 对方的人过来了,帽子怎么说来呀, 你大我呀, 嗯,对方的人都打得好猥琐呀, 杨玉环过来,控我们三个, 哎呀,我去了,这边怎么说,怎么说, 怎么说,哎呀,我去, 他们传回去,来,等一会儿,等一会儿, 不要急,不要急, 一个一闪改变方位,二技能, 一个大招,帽子过来直接秒掉, 回家,哎,刚刚这一波还可以吧, 利用一技能, 利用闪现改变一技能的方位啊, 这俗称叫做一闪, 一闪的作用就是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, 让人家觉得你一技能撞不到他, 实则你用闪现再改变方位啊, 那百分之百能撞到, 多练习啊,就能达到像我这样, 这边他们死掉三个, 我们死掉一个啊,这样的话啊, 我上路带一下线, 肯定现在是打不起团战了, 咱就带一下线, 玩这种对抗路啊, 你一定得分析什么时候啊, 这个团战能不能打起来啊, 他们要说人都齐了, 那可能就要开团, 这个时候就是跟队友集合啊, 要是说他们人刚刚复活, 或者是人不齐, 就先带线去啊, 不要老是站一堆, 知道吧, 该带线的时候要带线, 该参团的时候要参团, 也不要老是带线, 好, 这一边啊, 他们人也是齐的, 我们人也是齐的, 这可能随随打起来, 所以说啊, 这边就跟着队友一块, 看到没有, 鸟开大了, 咋, 我这边, 哎呦我去, 跑得挺快呀, 狗友心过来包后啊, 我这边看见他了, 难截一下, 保护一下我方的后排, 这墨子会被点死啊, 被女员放, 好, 这一边, 然后否则位置在随时准备啊, 准备, 我这一边, 这边我手比较短, 知道吧, 这边上路啊, 上路这个一的二塔拉掉了, 但中路打起来了, 我这边赶紧过来啊, 赶紧过来, 哎, 莫子你想干什么, 控我, 决定大我, 我这边反打一套啊, 直接大招二技能, 传步残血, 兄弟们, 我尽力了, 老虎来收割啊, 我这边拉开啊, 还是死了, 没办法, 我跑不掉了, 刚刚那一波, 只能反打啊, 被迫反打, 因为杨玉环嘛, 杨玉环他能给你粘住啊, 但是这一边我死亡啊, 也不亏, 把他们传步打成回家之后, 拿掉他们一个中龙二塔, 好, 我这边刚复活, 然后那边啊, 打野换打野, 然后我方的人都残血啊, 又死掉一个, 一换二, 然后我这边自然过去, 怎么说, 有人方坚持住, 哎呀, 我去三杀了, 我这边不能让他走, 一个一扇二技能, 收掉菊佑金啊, 谁叫你这么嚣张, 我这边还能不能走呢, 一技能推, 躲掉杨玉环的二技能啊, 那应该问题不大了, 这很很关键的, 刚刚一技能要是没推出来, 或者逼他控制住了, 那基本上就走不掉了, 四伤香又把男给偷了, 这边守一波架啊, 守一波架, 没有闪现, 你开不到他们两个人的, 这两个人都有那个啥, 有一个无敌, 有一个位移啊, 就是墨子和杨玉环, 不好杀, 都不好杀啊, 这一把, 说实话不好打, 不好打, 他们的人比较是打消耗, 然后可攻可退啊, 比较灵活, 咱这边把兵线带一下啊, 漂亮, 打也把打也杀掉, 然后我这一边一技能拉开, 他要杀我, 那我岂是那么容易被杀的, 信一波火你回家, 这边加免血, 加免血出来, 然后那边要打起来, 大小开大, 把我传过去, 小魔女也出了, 对不对, 传过来, 然后传到墨子脸上, 这边一个一技能推两个, 一个大招秒掉墨子, 这个传送有点意思啊, 这墨子, 好, 这边杀掉地方啊, 人之后来, 把中路兵线带过去啊, 对不对, 你兵线必须得带啊, 不带的话, 你团战是打赢了, 也是推不了塔的, 这一点小伙伴们要注意一下啊, 这杨玉环啊, 非常会玩, 我感觉这杨玉环这个, 就是距离感保持的比较好啊, 二技能, 杨玉环会不会玩, 主要是看他那二技能啊, 二技能玩的好不好, 但是这边啊, 咱想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啊, 对方的那个法师太多了, 看到没有, 杨玉环各种一二技能消耗你, 还有那个四上香, 好, 这边把龙给拿进下路龙到了啊, 中路龙也到了, 怎么说, 这边可能要掉一个高地啊, 开始掉中路还是掉下路, 给他们压你啊, 给他们压你, 两路分推, 好, 下路啊, 掉下路, 掉掉下路之后啊, 然后进来, 进来啊, 进来压制, 进来压制, 把龙拿进去, 一技能推三个, 一个大招啊, 秒掉一个, 再秒掉一个, 再二技能, 算他闪现的快啊, 不然我三杀, 这一波, 就你们, 这不就结束了吗, 嗯, 项女有的是往往团战的时候啊, 不要第一个上, 一定要啊, 找好机会, 最好是一个, 一个一技能推到三个, 或者推到几个啊, 这样的话, 比你第一个上啊, 价值要大, 我得第五年胜啊, 12.2的评分, 金牌坦克, 往往这两个人啊, 说自己很厉害的, 评分是最低, 看到没有, 兄弟们喜欢我的视频, 请记得关注哟, 到这一部分了, 再见,